來看一下我們今天的主題的話呢 是在這個簡報的教材製作 那麼其實簡報幾乎可以說是大家 老師也好同學也好 幾乎是好像已經開始什麼 必備軟體事業 叫你用那個OpenOffice 還是用別的軟體 你可能都會覺得很難過 你這個沒有微軟的Office 好可能你就覺得好像不太 對勁 那事實上當然簡報的方法很多 那我們當然 focus 在這邊 那麼其實像各位學校裡面 Office以及版本已經到了2010 對不對 請問老師用的習慣嗎 或同學用的習慣嗎 其實我大部分到了學校 很多還在用2003 那有某部分有就是兩個同步 就是2007或2003 因為畢竟從2003 要跨出那一步到2007 實在是有點大步 很多人光介面就找不到 對不對 那2007跟2008就 比較沒有什麼太大差別 所以這一塊可能就是說 您看看 也許有些老師你可能還在用2003 都沒有關係 我裡面會有提示一下 那麼 我們今天主要的 部分呢 第一個就是 平常我們在用Office的版本 尤其如果您用之前2003 2007版本來說比較 就是有可看清一點對不對 2003以前的話 好像每次用都是那幾個 還是各位到了2007、2010 還是每次都用那幾個 好 那 微軟的當然現在的也不錯啦 也有一些你可以用 那麼事實上你在網路上 也可以找到很多免費的 好 我記得我們上次有給各位一個關鍵字對不對 你可以去找 那等一下我們跟各位介紹一下 有幾個 我們實際來用看看 那麼除了這個 當然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是什麼 你這邊還有那個 圖庫 微軟現在當然也有一些圖不錯 尤其是2007以後 它有內建比較多的這些 以前我們稱作那個叫做 什麼藝朗 你從上面找的那個藝朗的 那個那些 不是 那 製造網路上你可以找到更多 因為 老實說如果那些範本 你老是用相同的 或者說用微軟的 人家一看就知道 這個是 微軟內建的做的 那可能特色上就比較少 另外 圖表的部分 我不知道各位用的多還是少 圖表 會很多嗎 事實上簡報老實講 不太適合看太多詳細的圖表 只適合看比如說趨勢圖啊那種 你真的比較細的 我們還是比較建議你 比如說用你原本的 可能那些軟體 比如說Excel啊 那些分析 事實上那樣做會比較好 絕對比你在 簡報裡面 然後再拉一個 快 效果好很多 所以我們有幾個方法 給老師跟同學參考一下 那麼再來就是 母片的部分 母片 因為不知道老師有沒有在用母片 有沒有平常做簡報有用母片 母片很重要 因為你有很多格式上的設定 原則上我們都是要母片處理好 那2007以後呢 事實上在母片處理上 又比較靈活 就比較靈活一點 所以你如果養成習慣 把一些基本的格式 我們在母片處理好之後 後續你要改就相對簡單 你知道 簡單很多 不然的話你做多少就要改多少 因為都是你自己做的 不能怪別 那最後還有兩個就是什麼 簡報的播放 簡報播放也有很多問題對不對 老師會遇到不同電腦之間 然後呢 像比如說您如果是用這個 投影的 可不可以用雙螢幕的方法來處理 好那 另外還有就是 您簡報如果要分享出去的話 分享出去的話怎麼辦 好這些 在這邊呢 我們都會跟各位分享一下 這樣大致上應該大家都知道了吧 那我們首先看一下這個 免費的簡報版本 那麼這裡呢 有一個網站 我比較常在這裡 它一旦更新 它雖然沒有更新很快 但是上面有蠻多這個 簡報的辦法還不錯 這個上面完全都是免費 好完全都是免費的 那麼 您可以到這個網址 各位的手邊上面 應該也有 在這裡 進來之後呢 您可以找到這裡 往下走 您往下走 您可以看到他已經幫您做好那個分門別類有沒有 OK你看這裡有沒有分門別類幫您做好了對不對 好你一般性的 自然的 商業的 財務的 旅遊的 好那另外呢下面還有一些 這個沒有圖沒有選出來 那麼在下面這邊啊 您可以看到有沒有 有一些 那麼 你可以直接從這邊下降也可以 或者你要選哪一個 假設呢 您如果覺得 你想要這一個 你點進來呢 你往下 他放在比較小的地方 您看一下 這裡有一個 download有沒有 你就可以直接把它下載下來的 好 其實他們的檔案都不大 好 所以應該下載的速度應該都還蠻快的 那我現在這邊已經下載好了 所以我就直接把它解壓縮開來 好 那有的範本 因為每個範本 事實上都不太一樣 有的範本 他會把你的這個 圖片另外獨立出來 然後給你就是那個範本檔 你看他的副檔名字叫POT有沒有 好 那有的是他直接給你PPT或PPTS 但是沒有這個圖片 因為這個圖片有的有 另外一個有的沒有 有沒有 好 所以您可以像這樣 那 這個呢 你打開之後 你就可以看到他已經 裡面已經有幫你配色配好 對那當然你不見得一定要 比如說我就覺得這三個我不見得喜歡 對不對 你可以拿掉啊 那剩下的你就可以拿來用 好 所以這樣就是一個 不錯的一個方法 你就可以比較 老師不用太 或同學不用太過擔心說我的簡報的要 的問題 當然內容我沒有辦法幫你做 但是至少你的外觀部分 可以跟人家不大一樣 可以有一些比較 新穎的感覺 那這是一個 那麼另外呢 你也可以再看看 像我們剛剛在這邊 這裡 除了這個網站以外呢 我們實際上還有另外一個 在 這裡 這個網站也不錯 這個是商業的跟什麼 跟免費的是在一起的 也就是說 他 除了有商業版本以外 另外有提供各位就是一些免費的 你進到這裡來之後 可以找到這邊 我們上次講的那個關鍵字就是哪一個 叫做Tempest 對不對 Tempest 那通常只有加S 那當然你可以再加上PowerPoint 再加上3 這樣就可以找到更多 那麼一般來講 像他這個是 上面呢 你看 免費的 是三個Max的 三個Background Max的就是母片 就三個母片三個背景 那這樣免費 那如果你 24塊的 當然這是美金 美金17個時代 17個投影片 表示說他有幫你預先做好一些內容 包括什麼表格 圖表 那些 他都幫你把格式都設定好 這樣子24塊 那這當然就看你了 你會覺得我那些預設內容的 那你可以用 那如果沒有我們這樣直接當作 也可以 所以我們來看看 你看這個網站在這邊 好 你進到這邊之後他有 PowerPoint的 對不對 點進來 好 您就找到左手邊的 Free的 這邊就可以看到很多 對不對 假設我們以這個來看好了 你看我們以右手邊這個 有沒有 除以的是三個Max的 你就直接Download 那這裡的話他要 名簽註冊一下 如果你不註冊 這邊我記得應該可以 那 我這邊 Continue 有沒有 有沒有一樣可以下載的 那麼我把它下載下來 OK 因為其實檔案都蠻小的 所以您透過這個方式 我們把它解壓縮開來 好 一樣有沒有 他這個 一樣是半本的 那你可以看一下他Next 長得像這樣子 OK吧 所以你會有比較多的選擇 那就不見得說你一定都要使用我們在 這個 PowerPoint裡面內建的 事實上你再去找還有很多 反正那個關鍵字你會的 就可以找到非常非常多 那免費的 就用不完 對不對 那麼 影像圖庫這邊呢 雖然我們剛剛講過 其實 你可以 散用一下就是我們在哪裡 在那個 Office2007以後的 Smart Art 那種 智慧物件 對不對 那除了這個以外 網路上你可以找到很多 像一般來講 其實我們簡報 簡報跟我們的講義 最大的不同在哪裡 通常簡報 不會是白色 對不對 講義我們會要 一般要印的話 比如說您的word檔 通常都是 白色的底 那簡報大多數都會有一些背景的需求 不管是背景圖片也好 背景的顏色也好 你用漸層也OK 但是就是比較早看到他的 簡報 一開始就全部都是白色的 很早 那所以 您可能會需要像這樣去找一些圖 那我這邊 這個網站我比較常去 這個網站最大的好處是什麼 它所提供的那些圖片 我們一般的圖片 比如說您去看一下網路相簿 他們都會把它稍微縮小對不對 因為這樣傳數比較快 那麼這個網站它常常會有 你會看到 比如說200萬300萬甚至500萬600萬 你當個像素的 那種像片 好那我們再用就相對比較好用 因為也許如果你用在簡報上是還好 你大概 1024768大概就夠了 對不對 那 它上面的提供比較多 所以您看到這邊 你看我們這裡 這個是剛剛那個 那我就 略過了 你看到這裡來 我們來找看看 HUB1000的 最新的 就是 大家最常看的1000的 好 比如說您看到 這裡有像素 你沒有發現這裡 尺寸 對不對 我們那個數位相簽的像素是怎麼算出來的 長乘以寬 對吧 好長乘以寬 所以您看到 2560乘1920 這個大概多少 請問這是幾百萬的 然後就沒有答案 這個是500萬的 其實您可以看一下 你用最簡單的就是 25乘20 那當然 各位也很久沒有用這個 小算盤 2560乘以多少 1920 有沒有 491 這樣就號稱500萬 因為那個沒有辦法 剛好 所以 有可能一般大部分都是400萬500萬 不見得有超過 有的超過一點 有的比較少一點點 但這樣都是500萬 所以您可以發現說 這個網站上面它所提供的尺寸 就是比較多一點 比較多一點 那 一般我就有 比較有機會 拿這邊 再來做其他的處理 所以我比較常用的會是像這樣子 所以這個網站也介紹給大家 不過 你也可以看到 超過1000的 難免都會有一些比較 有顏色的 因為比較多很看 哈哈哈哈 好 這個我們就略過了 反正 您大概知道說有這樣子的 一個情形 那 另外呢 除了這種之外 很重要的 我們是在有時候我們的 簡報面要一些小圖示 對不對 小圖示 老是用 Office裡面的 看了就 覺得好像了無心意對不對 所以 您也可以來這邊找找 因為您在這邊都可以找到很多 像 iPhone Finder 這個Free iPhone Wave 這個都很多 您可以到這邊 比如像這裡 有沒有很多種 對不對 你可以找看 你有沒有需要的 對不對 比如說你想要這麼可愛的 不過通常老實講 假針理是上課用的 很早會用這麼可愛的 哈哈哈 這可能是那個國中國小的小朋友他們比較喜歡 那 事實上我們一般在用的話可能就會比較正式一點 對不對 你可能就會找一些比較 比較天真節的 你可以看 它在這邊 那麼 其實老師您在找這些東西 或同學您在找這些東西 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則 您看到這些圖 請問 如果我這樣直接把它貼進去的話 你想不想要再做一個去背的動作 什麼叫去背 如果 我們以這個來講 這個比較 這個比較 我找一個比較大的 好 假設用這個好了 來 那麼您要下降就直接download now 因為我們分享給各位的有一個很重要的概念就是 你要會用那種格式 哪一種格式 叫做png 各位平常有用過png的格式嗎 沒有 平常大部分大家都用cpg 照片的檔案對不對 事實上cpg 老實講 並不是很好用 為什麼說不是很好用 您看一下 在這邊 點進來 有沒有發現它的副檔名是什麼名字 這是png 那這個差在哪裡 您看 現在看到這些圖 有沒有發現這個背景的地方 好像沒有顏色 有沒有 它這個地方是不是透明的 這樣子 您看我直接拿進到我們的簡報裡面來的時候 比如說我在這邊好了 把它拿進來 我丟在這裡 你把它拿進來 有沒有發現是去背好的 所以我們要給各位找的那些icon圖示 就是要找這種png的 你千萬不要用它點到之後 然後它有一個那個叫什麼 設定圖片格式 以前舊版本有一個 設定透明度有沒有 請問那個有沒有用 有用啦 但是 邊邊常常會有白邊 就是會有那個鋸齒狀 效果很差 因為它是GIF的去背方法 所以各位您要找的 最好就是找這一種 剛剛除了這個網站以外 事實上這個icon翻的也很好用 因為您直接比如說您如果 要找什麼圖示直接找 工程內的也好 或者如果你不知道 你就用瀏覽的 比如說像這個其實也蠻好用的 你看 像這個有沒有 看起來就很 晚上的心情就很好 對不對 沒有吃也覺得 不錯啊 那您看有沒有發現都是png png 對不對 所以您看拿個星星來好了 png下來 所以現在呢我把這個 png在這裡 因為我剛剛找的這一張是比較大張的 有沒有進來就好啦 對不對 這樣才會漂亮啊 所以其實您會發現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用過那個 蘋果的電腦 Mac 我們一般都會覺得它的圖 就是 以前在看的這些好像特別的細緻有沒有 因為蘋果的圖都是png 但是微軟的 現在vista以後也都是啦 都是學它就圖很大顆有沒有 都比較大比較精緻 那 事實上就是這樣子 因為png本身呢 它 在這種厚明度上 可以表現的比較好 所以 如果你可以 假設當然你會影像主要你最好 因為 你可以自己做 那不會的 至少你會找 所以很重要你要認識png 那png 它是什麼縮寫 這樣 Portable 可惜式的 Network 網路 Network Gracity 事實上它是針對網路而來 針對網路而來 原本它的用力是要取代 取代gif跟jpg 只是 沒辦法 它是比較後來出現的格式 那 相對呢 所以現在用的比較少 但是事實上你在網頁上 現在它大家都支援 IT以後都支援這種聰明的 都聰明的 所以你都可以直接用 所以這個是 我們在跟各位介紹那麼多的 圖示的時候 事實上您應該要 了解的png 這種格式 對於我們在做簡報也好 在您在做影像合成都非常重要 請